法師熱情迎接法師到來 台南福國寺這一天很熱鬧 原福王山2023海外事務運作研討會 其中一站選在這裡 福國寺2015年落成以來 今天可以說是最熱鬧的一天 感謝我們的都建院院長 會傳法師 親自帶領我們海外 300多位法師 到我們福國寺來跟我們普照 信徒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歡喜 打氣鼓雷 架勢十足 此行幼兒園小朋友用精彩表演迎賓 可愛模樣融化全場的心 也展現幸運大師 以教育培養人才成果 來到福國寺 也特別要讓大家知道 大師的這個幼稚教育 領先群輪教育的方向 非常良好的一面 前程現登禮佛睽違四年 終於再度回到台灣 海內外法師們歡聚一堂 聯絡感情同時也一同探討 如何持續推展人間佛教 很多的行程 很多的這些講習 無非讓我們的法師 在一面參訪的過程當中 又一面可以互相討論 整個佛教的發展 人間佛教的推動 我相信這一趟的旅程 對大家會很有收穫 很有幫助 小朋友大聲唱出感謝 還給法師們一個愛的抱抱 場面超溫馨 這一天海內外僧欣日眾 帶著對幸運大師的 深深緬懷展開交流 一同譜寫出一段動人回憶 原終於是黃國中 台南採訪報道